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利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宇 禅宇伴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说起长寿 你知道最长寿的人是谁吗 他就是宝掌大和尚 他整整活了1072岁 出生时 惊羡祥瑞 左手握拳 抓着一颗珍珠 死前避弃七天又醒来 留下一言 来世做中国人 今日让我们一起走进 他的传奇人生 宝掌千岁和尚 是老祖寺常驻的开山祖师 宝掌和尚是中印度 婆罗门贵族的儿子 出生于公元前414年7月7日五十 他生下来就有很多的瑞相 骨气不同常人 眼睛大 鼻子长 两耳垂尖 双眉高挑 左手紧握成拳 总不展开 父母知道这孩子将来一定不同寻常 才满九岁 父母就带他投奔 佛陀经社出家做沙弥 当师父帮他剃肚落发的时刻 他突然愉快地自然地放开了一只 握拳的左手 掌心还露出了一颗珍珠 他虔诚地把这颗掌中明珠 呈现到本师向前 还首次双手合十顶礼 在场亲见的合众 多听说此事的人们都说这是奇事 他的剃度师父 也就以此命名他法号宝掌 宝掌法师既实现了夙愿 离成出家 从此就精勤修行 延迟戒律 举止威仪 如同高山顶上囚禁的青松 肃然挺立于霜雪之中 虽名闻立养 喜怒哀乐的八分轮番吹席 都不能动摇他立志修行的德操 由于他在佛陀入灭后 九十多年才出生人世 所以常叹息自己没有 能够亲自听闻佛陀的言教 于是他就不顾寒冬酷暑 费寝忘食 但经节律地 研读佛陀宣讲的经 律 论 三藏 依教奉行 历练不殆 他还期望能学到 教外别传的残忠 为了这个目标 他发足外出 参访 圣贤知识 广受教义 走遍了五个天主国度 历史五百多年 他决定到东土 震旦 中国去寻找真谛 实在公元147至153年 从今天的尼泊尔进入中国的云南 到达四川 第一站是和兵头卢尊者 登峨眉山 朝礼圣贤菩萨 住在大慈寺十余年 经常二十天才吃一餐饭 而且坚持诵经不断 当时汉陵帝丞相何晋 大为惊叹 而赞师说 他是如此勤奋勉励 当经文从他的口齿里 飞快地诵读出来的时候 就像岩壁上的清泉 急速地喷泻 当他半夜里 悉心静坐的时候 常常可以听到 躲在台阶前的那些 将被度化的 神鬼感激地哭泣 保障师常对人说 我有夙愿 要住世千岁 今年已经六百二十六岁了 因此 世人都尊称他为千岁和尚 接着他又到五台山 朝礼文殊菩萨与金刚窟 当时正是 未属无三国鼎立 战事不断的时候 有道家 李道元 麻医子 法号 达真人等 皈依佛门 改穿僧衣 随世千岁和尚 到了古裔丰郡 就是现在的黄梅县 那里是上古时代 福西皇帝 演化挂窑的场所 汉代称为云台山的山区 正确的名称应当是云丹山 千岁和尚 看见这里山连着山 岭叠着岭 还有高峻巍峨的两风并利 不禁高歌赞叹 我站在高山顶上 举目似望 见万里无云 群山如画 风烟弥漫 翠绿的丛林里 不时传来木桐的笛声 那皎洁的月光 把满天照得像秋天 碧水般剔透清澈 我不禁紧细携带 撩起衣袍 乘着白云和大伙 同到那清凉的天国 去悠闲的嬉戏 于是就站在这块 古佛住过的地方 搭起了七身修行的 茅棚草庵住了下来 一直停留了百十几年 却很少有人知道 某一天 偶然听说高德佛图城 隐住在陕西中南山 于是他又背着衣钵 拄着竹杖前往询问佛法 佛图城接待千岁和尚 问道 这些平凡庸俗的世中人 忠与奸 好与坏之间想化解 融合是不可能的呀 千岁和尚回答说 我是说一元赋始 万象更新 也只有见到家徽飞动 方可能说妥当准确 随后千岁和尚听说 伯大士住在双林寺 弘扬佛法 特地前往参访 他与大士居游了数年后 就前往渝浦 攀阅赤府 大盐等许多名山圣地 又回到司空山 隐居于古庙之中 高氏沈约 经过这里 看望了千岁和尚 在石上 卷书约 寒风吹破了 古旧的窗纸 片片雪花 飘落在供台 把三衣通通都披到身上 仍然像浸到水中一样的冷 还是去捡财草 拨开地鲁 深深的集灰 看有没有未兮的火种 已经是冬天了 千岁和尚应约到了书城 他邀三祖僧灿大师 由罗浮山 参访道家大德 葛洪真人 于梅花屋的洗耳泉 千岁和尚 见了银诗曰 万青青山 一分梅花 三分竹 行音住宿 难道只许女仙人独享 葛洪真人也喝道 神翁到来的时候 恰好这局棋刚刚下完 茶也煮熟了 起不好吗 三祖在旁 轻轻拍掌笑道 知川知川 你不要故作推辞怕忙碌 还是赶紧去挖笋子来 烧柴草 煮饭吃 说吧 三人大笑 这笑声把山上的石头 都震落下来 如今 这个落石洞 还在梅花村的旁边呢 此时 唐王朝刚刚开始建立 千岁和尚又回到 双丰老祖寺 他说过 我走进了中国的八百个州 这座山 偏偏可称得上修道之人 有仿居住的地方的话 这期间 他礼拜了禅宗寺主 道信和尚 逗留请义 并且请他去住持老祖寺 在一切安顿就绪之后 千岁和尚就北渡黄河 至松三少林寺 礼拜粗祖达摩的面壁侠 接着又北上幽州 游西山 访华言士 立尊者 于坛踏寺 游历上方山 到真定 礼拜大菩萨 遇见了白祖起 都仙和尚 千岁和尚和他对话 使他感到真诚挚爱 千岁和尚就带他 又回到黄梅 访问五祖 红忍大师于东禅寺 和他们来往十分莫逆 达数十年之久 后因兵扰齐皇 时局不安 千岁和尚又重挽江浙 隐居于浦江与赤岩之间 当时在定西 有位朗圣僧 是五祖红忍的法孙 他平静安逸 独居修行 千岁和尚和他十分友善 经常写信叫白狗去送给朗残师 朗师养了一只黑猿 由黑猿把回信带给千岁和尚 所以唐南康郡王伟高 就此在墙上提诗说 白犬持书志 西猿喜驳回 不久朗公元祭 千岁和尚也就渡过滔滔长江 挂历在惠吉云门寺 当时正是唐高宗 险庆二年丁四岁 千岁和尚已经是高龄 一千零七十二岁了 这年七月七日 他突然向如光 慧云 二位徒弟说了一段祭语 本来以为没有生和死 今天也要显示生死了 我得去安住于成佛之道心 来生 我还要转世再来到这个世界 说完就闭目入定 令人神奇的是 七天后 千岁和尚突然醒过来 对徒弟说 我灭渡之后 你们就在这里修塔供养 日后会有人来迎接我的遗骨 回归中天竹 希望你们要切切注意 不要拒绝啊 说完便离开人世 没想到第二年 真的有印度和尚来拿他的遗骨 当包他打开时 千岁和尚的真身舍利 竟大放光芒 神奇不断 如今查阅千岁和尚生前所经历的地方有数十余处 处处都已建成了寺庙 唯有黄梅双丰老祖寺 最为庄严壮观 因为是在寺主 五祖与黄梅弘扬佛法之前所建 而千岁和尚年岁又最高 所以后人都尊称为老祖寺 大家觉得这位千岁和尚神奇吗?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宇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